美股大幅下跌 可以说是暴跌暴跌暴跌 但是今天盘中很快又被拉了回来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风格带你 汪中美股2024年7月25号盘中分析 美东时间7月24日 科技巨头财报表现不佳 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前景的失望 导致市场出现猛烈抛售 美股暴跌 纳斯达克指数重挫3.6% 与标普500指数一起创下近一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恐慌指数VIX标升至三个月来的最高点 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 特斯拉暴跌12.33% 创2020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总市值跌至7000亿美元以下 Meta和谷歌的跌幅超过5% 芯片股也表现疲软 英伟达、阿斯麦、高通超微半导体跌幅超过6% 博通下跌超过7% 加拿大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这是连续第二次降息 尽管最近美股出现抛售 但标普500指数的适应率仍接近22倍 总体而言 投资者们对7月中旬开始的第二季度美股财报季的业绩表现并不满意 一位高级经济学家领导的团队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本季度科技巨头们处于历史最高位的估值 以及高估值促使市场对其业绩预期极高 然而从科技巨头们的盈利预期角度来看 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科技行业的状况 经济学家们表示 尽管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面临多重不利因素 但截至目前该指数仍上涨约14% 然而非理性的繁荣仍然存在 他们预计本季度可能出现10%至15%的回调 从历史数据来看 这可能是全年最糟糕的时期 最近标普500指数已从历史最高点回调约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回调约7% 纳斯达克100指数回调约8% 对于更广泛的金融市场而言 关键因素是二年期和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大幅收窄 周三一度约为14个基点 创9个月来最低 这反映出市场资金因避险需求而纷纷涌入短期美债市场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 过去当这两种债券收益率倒挂并达到基本评价值时 股市往往会出现剧烈调整 因此他们认为这次也不例外 我需要再次向大家提醒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每一次每股的大跌都是自我的修复 也请大家不用担心 还记得2020年3月由于疫情所引发的大跌吗 那时候感觉灾难要来了 但是股市也很快就自我调节了 配合上美联储的政策 股市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现在是极其上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阿斯达克指数开盘以后一度快速下跌 我们看一下分时走势图 大家可以看到快速下跌 但是很快又被拉了回来 还记得我上一个视频吗 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 那么无需去关注他 你没有听错 无需去关注他 我一再在视频当中提醒大家 美国的经济极具韧性 很多大科技企业 他们的盈利状况依然表现良好 盈利水平依然良好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斯达克指数出现了V型反转 说明什么呢 在美股大幅下跌以后 机构和庄家看到了巨大的获利空间 他们敢于在低点去赶紧买入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那斯达克指数又重新回到了 黄金风险61.8%的一个上方 黄金风险61.8%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点位 但是在昨天收盘是跌破了这个点位 那么今天开盘以后出现快速的下跌 这也是机构和庄家险恶用心 他们就是为了让散户投资者抛出手中的筹码 如果你不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 稳不住 那么你只能是交出手中的筹码 大家想想是不是 你只能是交出手中的筹码 我一再在视频当中提醒大家 坚持中长线投资 过滤掉这些短线的一个波动 只要你记住 美国经济极具韧性 美国经济可以说是西方国家 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美国经济极具韧性 还有就是大型科技企业 他们的盈利状况也非常良好 而且美联储为什么迟迟不降息呢 因为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美国经济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 非常良好 所以现在如果开启降息 那不是没病先吃药吗 所以美联储一直没有迟迟去降息 如果美国经济不好 我相信美联储也不会去看什么通胀数据 直接就开启降息了 所以最终决定美联储不降息的原因 就是美国经济现在依然表现良好 依然极具韧性 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 所以美国经济没什么大的问题的情况底下 我们只需要坚持中长线投资 拿住我们手中的筹码 那才是王道 当然有可能那达克指数还会往下走 还会往下跌 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期在这里 也是连续出现两天上涨 当然第二天上涨 没有成功 直接往下跌了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也是连续两天上涨以后 再次大幅下跌呢 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你作为中长线投资者 你应该过滤掉那些短期的波动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短线投资者 或者是你想中长线去建仓 那么也不必过于着急 等拿斯达克指数奇稳以后 走出调整平台以后 或者是区间震荡以后 再进路 这个时候风险会小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前期 大家可以看到快速下跌以后 它是奇稳以后再突破向上 再走出一个调整平台 你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去买路 现在依然是大转特转 大家想想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必过于着急 但是如果你现在买路了 也不必过于担心 因为现在美国经济依然急剧任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 那么道琼斯指数现在是上涨0.75% 大家看到道琼斯指数 为什么表现的比纳斯达克指数要好呢 在于前期它长时间的区间震荡 刚刚开始突破向上 那么大家看到 它是守住了街面线 长曲线的第一条线 得到了支撑 那么没什么问题 整体走势道琼斯指数依然比较强势 虽然大幅上涨以后出现快速回落 但是正在奇稳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 那么一度也是跌破了黄金风险 61.8%跌破了街面线长曲线的最后条线 我前面视频也讲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支撑位 那么一度跌破 但是现在还好 整体走势依然比较强势 当然不排除标普500指数还会继续下跌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 所以如果你想现在去建仓 那么你也可以等待标普500指数 那斯达克指数 起稳走出调整平台 或者是区间震荡以后 再去买路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 那么 昨天视频当中我也讲到了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它的销量跟不上 销量可以说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然特斯拉现在依然是 心理员汽车当中表现最为优秀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心理员汽车 那么市场不会给予这么样的高估值 市场要看的是它的一个 Robotaxi和人形机器人 当然Robotaxi和人形机器人 现在可以说有点难产 最新的消息是10月份 Robotaxi将推出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耐心 我们看的是它的Robotaxi和 它的一个人形机器人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如果Robotaxi真正的能够实现商业化运营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 那绝对是 可以说市值再翻一倍 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 当然现在特斯拉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销量跟不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大幅上涨以后出现快速回落 由于业绩跟不上 那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技术层面 它走出了一个稳健的底部 走出稳健底部以后再开始上涨 现在是由于业绩不佳 出现了回落 但是不改变它技术面 底部的扎实 再加上它的一个Robotaxi和人形机器人 这两个题材依然表现强劲 所以我上个视频讲到了 特斯拉的大幅下跌 绝对是给我们中长线布局的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去买入特斯拉 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去买入特斯拉 当然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特别是在黄金浮现61.8%处 这是一个平衡点 就是221块左右 也就是现在的一个价格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伍达 那么英伍达现在正在牢牢的守住 就是接门线长区线的最后条线 还好现在守住了 但是英伍达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跌 这一点是非常有可能的 英伍达有可能从高点暴跌 10% 20% 30%都是有可能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 实在是英伍达没有像样的回调 只是在这里大家看到 没有像样的回调 那么这一次的回调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次像样的回调 来洗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浮动的筹码 那些小散户可能都会被洗出来 我依然认为现在的英伍达 它的股价是白菜价 和特斯拉一样是白菜价 因为AI 人工智能将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科技进步的方向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那么英伍达也会因为人工智能这个蛋糕越来越大 而享受到最好的利润 我们再来看一下谷歌 那么谷歌由于财报不佳 也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跌到了街面线长曲线的最后一条线的下方 但是大家要记住 谷歌之前也有过由于业绩不佳 出现大幅下跌 但是很快奇往以后再次向上 前面也是有过的 那么这一次 其实谷歌的业绩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达到市场分析师的一个预期 所以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一旦谷歌起稳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买入的机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谷歌 一旦谷歌短线起稳 那是中长线布局的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 那么现在11个板块全部上涨 涨的最多的是工业指数板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涨1.21%左右 那么涨势还是非常喜能 但是工业指数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是在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那么整体现在还没有摆脱它的一个区间震荡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融行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行业正在突破向上 那么这一次的回抽可能是消化前期大幅上涨 那么现在又回到了接面线短曲线和长曲线 第一条线的上方 整体金融板块依然表现非常稳健 我们再来看一下能源板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能源板块最近一直是在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那么整体它可能还会维持这个区间震荡 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 那么房地产板块已经走出了前期的一个调整平台 或者是区间震荡正在不断突破向上 那么现在走出一个调整平台以后 一旦起稳 那么房地产板块还将继续上涨 其他板块我就不说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现在要观看 现在点赞 谢谢